今天特高兴的事情就是 终于把我的这些木虾全部找到了 然后这些铁板全部都找到了 那就不愁没有木虾了 所以他说我从日本还是买了一些过来的三种 这是我们今天的便当 因为是周日 所以说是全家出动 去过民宿那边搞卫生 大家好我是查米 今天是2022年7月17日 周日现在是中午的一点多钟 失败的温度27摄氏度 天气也是个大晴天 因为今天是全家出动嘛 我女儿呢因为周日她也不上班 所以说也一起去到民宿这边去搞卫生整理房屋 平时呢都市米茶跟我家小朋友两个人搞 但今天三个人搞 所以说就快了很多 平时都是两点多钟快到三点交房以前才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搞 但今天呢就是提前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我呢是自从开了民宿以后呢 搞卫生的事情呢我可能没有经手过一次 我只是就是家里面的这些水电啊这些东西啊 前后院的这个打理啊都就是我在搞啊 然后我们也在把下面逐步的去把它搬空嘛 这个前后院啊花园比较大的话呢 几乎说每两周呢就要去除一只草 特别费时间的 而我们家呢只有一个除草机两个地方 所以说呢每次我都要拖来拖去 而且我这个除草机呢后面的这个收鸡 这个炒穴的这个收鸡呃袋子呢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也没有找到 所以说昨天呢我就在灌着这个山店准备去买一个 现在最比较新的这种自行式的这个柴油动力的这个汽油动力的这个除草机 结果呢去看了一下呢要五百将近六百块钱嘛 这种电动的呢就是插电的 插电池的就是木田的这种 因为我的工具全不是它的工具 要七百块钱六百九十八块钱 所以说呢很纠结就是讲想买一些啊就是有折扣的嘛 回来上完以后呢发现木田就是Home Depot这个木田的这个电动除草机呢是有折扣 也不是说有折扣吧就是买除草机呢送一个工具特别的给力 所以说我就下单买了 刚刚除完草啊特意打开了这个收鸡炒穴的这个口子 这样就不会堵住 然后呢因为我这个收鸡带呢不见了 所以说堆的这样一地全部都是这些草屑 这样不好的 这样很容易造成这个草啊 就这个草坪会光秃秃的一片 就是讲因为要寄到这些草屑嘛 所以说氧气进不去还是怎么样的 反正就是一块一块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要用这个 这个草屑的这个收鸡带 这个拖在后面的这个 一块一块的把它往外面扔掉去 就不能倒到这个草坪上 我是没办法因为它也太长了 我新买的那个电动的人也没到货 所以说只能这样了 我们现在就是来去用这个楼梯 然后用这个杆子去把我们家 大家看见了这个大树吗 这大树已经长到屋顶那边去了 所以说我要去把它这个 所有伸到屋顶上去的这个树子把它修掉 由于是高空作业啊 一定是要注意安全的 然后下面保护的这个人呢 一定是要注意这个树子掉下来 不要砸到了 然后呢就是讲操作人的工具呢 也是要在下面保护的人要注意 不要被掉下来的螺丝刀啊什么东西的 砸到头砸到眼睛 就明天是垃圾回收日 刚刚呢对面邻居就把一个微波炉 然后一个废弃的一个电瓶放在门口 刚才呢就是有一个皮卡车 他就把这个微波炉的这个电源线呢把它剪下了 拿走了 然后呢把这个电瓶呢 废弃的电瓶也拿走了 我刚刚就问了他 他说这些废弃的电瓶就直接放这里 他们就会来收 这可能是也是个私人就一路收过去吧 民宿的客人呢又是连住两天 所以说明天早晨呢凌晨的时候呢 我们又去钓鱿鱼 现在呢我就把所有的这些鱼杆啊 鱼包啊 然后我破鱼的这些东西啊 全部就整理好了 明天早上呢因为起的比较早嘛 就不要做这些事情了 直接拿起冰桶就可以去了 然后我的这些木虾啊 这些钓马脚鱼的钓组啊 就全部搞好了 然后有个垃圾袋 这个垃圾袋呢 就是走的时候呢 用那个一次性的这个手套啊 去把这个现场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废弃的鱼线这些垃圾啊 全部就捡起来 丢到就是公园的这个垃圾桶里面去 这样就好很多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